Net在杠上基隆市府 登报炮轰 微风投标以底价开架 老基隆人林志群律师开酸 市府以为大家第一天出社会吗 立运国民党团推动不在籍投票 引爆中国戒选一律 网友怒轰 开放在国外投票 如果包含中国就算了吧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是李月奇 好来关注到Net杠上基隆市府 今天又再度登报来秀出 这一个东岸商场招商的投标金额 发现微风都是以底价来开架 而且Net的投标价是 整整超出微风两倍 条件上是明显更好的 不过这种市府回应 Net只有列出财务的项目 不可以单以财务计划最好 就认为应该获选 说这就像是学生国文考冠军 就想念台大 但是要看的是总成绩 总共是有六个项目来评的 回籍Net不认输 那么Net怎么说呢 是反驳市府先前就说 招商的年限是20年 是考量厂商回收的这个财务计划 现在又说财务计划不重要 他更说这已经不是Net一家厂商的争议了 呼吁市府赶快来公布 四家厂商的投标文件 老基隆人林志群律师 这一次也开炮了 说房东来出租房子 怎么会选一个租金最低的 实在怪怪的 说租金这个项目只占分数20% 当作大家第一天出社会吗 建议是否赶快来公布其他厂商的投标条件 来比一比看看维峰到底优秀在哪里 只是现在机动市长谢国良最近的争议不断 已经引爆市民的怒火了 是发起了柴良行动 那么短短两天就有1300份罢良连署书 目标是要拿到3500份 那么柴良行动发言人林音音就说 送连署书的民众回响很热烈 非常有机会成案 带你来看 谢国良作为基隆市长 面对所有疑问 却始终拒绝正面回应 更紧抓着维护市场 一事不放 提出质疑的议员 及民众却要被指称是在捍卫厂商 但请问市长 究竟谁才是土地厂商的人 在此呼吁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罢免并不是拿来威胁市民的手段 本次罢免是经由基隆市民理性分析后 所做出的公民行动 而非报复性的作为 更不是如吴国胜所弃称的意见太多 好 目前谢国良这一事回应 目前是以市政为主 按兵不动 但是我们点进谢国良的脸书 看到是不少网友来刷留言了 要问为什么微风可以最底标来得标 那么开酸说因为旧爱还是最美吗 说市长这一回又在作秀烦不烦 希望不要教小朋友如何违法半夜破门 那么大家也要问为什么微风的投标金额跟市府的底标一样 难道微风除了开百货还可以占卜吗 也有人说刚刚已经去联署罢免了 不过仔细来看这个罢免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要经过三个阶段的高门槛 以2022年街道市长选举人数有307913人 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提议书的部分就至少要有3080份 到了第二阶段的联署书要有3792人 如果来到第三阶段正式投票 还必须要拿下76979票的同意票 是不容易的 那么这一回又爆发柴梁风暴 国民党是格外受到关注了 因为外界就很好奇在立法院的国民党乱象 可能变成骨牌效应吗 现在要看到的是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 日前就开炮说这一次国民党立委的数值 很差30年警戒的 咨询都变成笑话了 还出现不少的违宪违法言论 说这是国民党新科立委政后群 那么国民党立委谢龙介的侄子谢克阳说 柯建民现在是开启战鬼模式 正在蓝营立委提出的咨询 法案都贴上负面标签 就是要测试谁是蓝营破口 他就说蓝营立委要小心 因为之后还会有更多攻击 不过我们看到在国民党内部 其实也上演切割潮 像是日前立委欧小林就提案 总统大选要采取二轮投票制 那么国民党准中常委 林金杰就炮轰说 这根本不是本党的意见 提出来真的是烙瘀 那么柯文哲前幕僚吴静怡就分析 是不少人给了国民党在立院的机会 结果现在看到他们推动的法案 像是国会改革无法 还有总统二轮投票 以及中国籍配偶入籍的法案 请问是政治优先还是人民优先 再来是我们看到国民党连几种市长 都无法救援了 改革国会之前 是不是要先救救谢国良 他就直言 不要中间选票的政党 恐怕永远都是在野党 好国会话题要来看到 国民党团近期推动 不在籍投票修法 那么是说总统大选要适用 不在籍投票 开放境外通讯投票 引发中国借选疑律 来看稍早画面 一个不在籍投票 不应该把它包在一起讨论 而是要细拆分 到底是在我们的台湾的国内 又或者是在境外 那么至于说在中国的部分 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 包括除了反间谍法 还有包括国家秘密法 等等的法规出来 包括就是他们都在抓间谍了 然后完全是对于国家 要宣誓效忠不可以有秘密 那么对于中共巷子的整体的 他们中国的国内法的发展 你说在中国的台商 真的投票能够秘密吗 真的能够执行 所谓台商自己个人的意志吗 我想全民其实都有智慧 去分辨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好我们现在看到 引爆蓝绿的论战了 像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说 民进党在野时也有推动过 不知道哪里危险了 那么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民就回籍 说可以接受的是 在国内因为工作等关系 而做移转投票 其他上市通讯投票 海外投票当然是违宪的 更况上市海外投票 通讯投票 难保中国不会下指导期吗 那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就说 现在行政院版本 比较合理可行 也就是在投票日前的60天 来提前申请 可以做移转投票 而国安局长蔡明彦也说 国人如果在中国大陆地区 要做远距投票 投票的意志 会不会受到干扰 不过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说 民进党把抗中中国戒选 无限上纲 剥夺国民投票的权利 那么中选会主委 李靖勇也说 近年民主国家 受境外势力戒选严重 那么不在籍投票 也引发网友很热烈的讨论 有人直说 国民党是输怕了吗 也有人说不在籍投票 就是不在籍做票 直接让中国人投票不是更好 而且在台湾 回家投票根本不用一天的时间 那么也有人肯定 国内的不在籍投票可以来做 但是在国外 如果有包含大陆的话就算了 因为这操作的空间是很大的 也有人呼吁进步是一定要的 都2024了 那么观众朋友又是怎么看 好来看到这一段画面 让大家吓了一跳 敏感时期 辆轿车疑似想要闯入中南海的正门 被安全人员直接拖下车抬走 那中共官方目前都没有说明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现在呢 正是中共粮会期间的敏感时期 在中共粮会前 大清洗军方人马 持续也来引起讨论 因为习近平2012年上台 先是清洗了江派人马 那么在2016年推动军改 把原本的二炮部队改为火箭军 武警也收归中央军委来领导 不过习近平自己操刀的改组 却在2023年启动大清洗 画面上可以看到 五名上将备受关注 因为他们都是由习近平亲自提拔 那另外还有很多跟火箭军相关的将领 多达17人落马 根据大纪元来统整这一波大清洗 从国防部到相关的军工体系 全部都沦陷 另外还有很多未经官方证实的将领 也疑似被调查当中 嫌弃中共两会还是不平静 除了台面上的问题 两会过后 中共军方的清洗风暴 可能还会继续上演 感谢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klik定更多报 물어� 感谢观看